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就是拍X光图像的地方 就比如今天值班的这个小护士 他就经常邀请男朋友来拍票 环姐寂寞不说还能提升夜景 小护士指挥着男友在机器面前做着各种动作 房间里不断的传出来啪啪啪的拍照声 男友给小护士来一个库罗版的比心秀 如此浪漫的示爱小护士被逗的穿心荡漾 忍不住想要和男友一起上场拍票 偷偷的离开岗位 溜进了隐秘黑暗的烟光室 小护士趴在拍X光片用的床上 继续指导着男友 漆气 憋气 护气 男友介入家境 没过多久小护士一声令下 就是现在开炮 小护士的一声令下 最先反应的不是男友 而是X光机器 虽然想到两个人有些发懵 啊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咔嚓一下的 好像是拍照的声音啊 结果就如同大家想象的那样 一男一女两个盆骨 在一种不可描述的姿势中 出现在了X光片里 后来这张片子还被人挂到了大门口 弄得音乐里人尽皆知 大家都在好奇 这片里的男女主角是谁 平时那些自由散漫的骨客医生 这个时候竟然开始竞争起业务水平了 笔着看谁先找到这对骨盆的主人 而我们的女主佩奇 看到这个惊世骇死的X片后 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她的心中升起 她最先想到的是 跑去放尸科查看情况 而这时的门袍上 已经被人多刻了两个字母 这用功能咋念 作为当事人的小护士 只管装傻冲愣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越来越娇心的佩奇 下班的时候 偷偷拿走了那张X光片 一回到家 就极其的让男友狗生脱下裤子 去和光片对比尺寸 这可比看骨头人人容易多了 结果狗生在那里 比划来比划去 说 诶 这个尺寸 好像真的是我耶 男友比喉完自己的 又把片子贴在佩斯的挂上 瞅了瞅 哇 真的是我们耶 他不都怪你 当时我就说 不要在那里做的嘛 他们两人就这样 对皓弱了做 佩奇崩溃的趴在地板上 拽头发 并且发出了 死猪一般的惨叫声 啊死吧 还不是因为那里更有feel啊 最后佩奇猛的一梗脖子 抬头说 算了 我不干了 于是佩奇就写起了死职信 第二天一大早 佩奇就直接进了院长的办公室 递上了死职申请 院长撇了一眼死职信 他把一个瓢虫喂给吃虫草 然后等等的说 光片室那事儿 是你干的吗 佩奇一听 啪啪眨不着眼睛 不是 不是我干的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 就火炬火燎的想辞职呢 院长这一问 可吓傻了佩奇 那个 院长 我现在不想辞职了 见佩奇踏着小嘴 不如想逃跑 院长还不忘 盯着他说 很苦有点窄 生完的时候不要顺缠 听见没 还有 以后少操二郎腿 佩奇满嘴好的好的好的 就赶紧跑了 只是接下来 他发现医院里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了佩奇和院长外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没来 院长挨个给他们打电话 都说是生病了 这把院长气得大骂了一句 全都在撒谎 难道所有人对着光片室 啪啪啪了吗 佩奇刮起了爱问院长 全员啪啪的可能性 和全员生病比起来 也差不多吧 也许是真的生病了呢 院长听完 输了一口气说 你说的对 我应该对员工多一些信任 走 咱们一家一家的去看看 他们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李总前两人互相约定 对人保持99%的信任 但是也要有着1%的警惕 如果真是骗子的话 哼哼哼 佩奇和院长分别拿出一个针管 像丢飞镖一样 扎在了靶子上 随后佩奇和院长 来到一个妇产科大夫家门前 两人无论是安门领人 还是叫名字都没有回应 前一之下 两个人找了开锁匠 闯进了大夫的家里 结果一看大夫真的病倒了 院长急忙掏出 随身洗带了急诊包进行急救 好不容易稳住他的病情后 佩奇和院长坐在院子里 泄了两杯茶 院长不禁感叹自己 对人太缺乏信任了 他决定相信自己的员工们 取消了这次行动 就在他们返回医院的时候 一辆严重挫折的汽车 冲进医院 从上面下来了一个 浑身是血的男人 这个男人说 自己切苹果的时候 不小心切到自己肚子 佩奇两人没有迟疑 马上开始急救 但是院长坐在这个男人的肚子里 发现了一颗子弹 看到两人紧张的神情 这个男人急忙解释说 啊啊 我刚才实在不清楚说错了 我不是切苹果 我是在苹果园里猎鹿 不小心坐会儿了 虽然佩奇在院长的耳边 再三叮嘱 信任信任信任 说我院长还是坚决打电话要报警 刚走出手术室 院长就看到佩奇的男朋友狗上了症 全副武装的坐在那里 一根又醉又大的棒球棍 满满的是威胁感 院长质问佩奇 你不是说要信任刚才的病人吗 怎么还叫男朋友来了 佩奇嘻嘻一笑 99%的信任 那不是还有1%的怀疑吗 经过一夜忐忑不安的等待后 佩奇又院长上了报纸 这个男人真的是猎鹿时受的伤 他在采访中对两个医护工作者 表示了万分的感激 他们付出的信任 得到了真诚的感恩 看到报道后 满足充斥着佩奇的内心 他和狗盛一起度过了一个 看似懒散 却内心充实的周末 两个人并不富裕 狗盛甚至没有工作 他们共同拥有一辆 小到不能载小的小踏车 佩奇每天下班后 狗盛都会骑车去接他 然后两个人就会在这种 奇特的骑车私事中 撒一路狗粮 狗盛他总说 自己中学时打架很厉害 现在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并且总是喜欢对佩奇 做一些看似是玩笑的 打闹动动作 不过佩奇可从来不是吃素的 到了下周一的时候 医院也恢复了正常 佩奇偷偷的跑去 看望一条可爱的鲶鱼 这条鲶鱼名叫美奇 是个丑萌丑萌的女孩子 佩奇把他当作自己的拥护神 美奇是被住院的病人 遗弃在医院的 当时他原来的主人正在喂食 美奇突然高高的跃出水面 原主人大叔满头大汗的冲出来 警告大家 鲶鱼能够感受到地壳的变动 如果鲶鱼高高跳出水面 那一定是感觉到要发生地震了 现在是他紧急 大家都跟我出去避难 同病房的几个 半信半疑的跟他下了楼 可是半天过去 那个断手断手的小伙的球技 都练出领单的水平了 地震依旧没了 临近傍晚 病友们对着大叔 一顿冷嘲热红后 回了病房 大叔感到隐秘失禁 就打算把美奇丢在医院 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 美奇的预感没错 一个星期后 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地震 但是韩国出现了 众多不米云的天坑 一个个身不见底的深坑 毫无真正的就出现在了各种地方 所有人都过着惶恐不安的生活 但是这却让狗圣开心的不得了 啃了大半年女朋友 现在他终于有工作了 政府招聘了大量的人手来补充这些坑 狗圣和另外两人组成一队 每天深夜都会开着甜土鸡去埋坑 面对不低报酬 狗圣干得很卖力 时常累倒在工地睡着 充实美满的日子 一天接着一天 直到那天 他一觉醒来 发现佩奇送给他的白金戒指不见了 那可是佩奇花了几个月工资 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狗圣着急着跳墙 拉着两位工友一起去找戒指 他们翻遍了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狗圣把每一块石头都纹了一遍 小心翼的掩饰着戒指被弄丢的事情 佩奇虽然起了小疑心 但是还是选择了信任狗圣 不过生活总是那么的狗血 就在这个时候 狗圣的前女友突然找到了佩奇 佩奇虽然很庆幸她找的不是狗圣 但是直到两人见面的时候 佩奇还是刚刚的用脚趾 靠出了一个土鲁翻盆地 狗圣的前女友人很和善 他和佩奇谈着天说着地 一直说着一些看似无关减要的事情 他似乎想要暗示佩奇什么 佩奇耐心的听着 到了最后 前女友终于对佩奇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狗圣打过你吗 短短的一句话 却让佩奇看到狗圣的样子都变了 他开始好奇狗圣的过去 那个他曾以为是孝季妈妈的纹身 现在却发现是前女友的名字 他被夹在了狗圣和他前女友中间 纠结着不知道该要相信谁 佩奇越想越是烦躁 他看到日渐焦虑的狗圣 表现出了一些暴力行为 这让佩奇吸睁的怀疑 逐渐繁衍扩大 变成了内心深处的恐怖 今时他那单纯快乐的小日子 然而狗圣之所以烦躁 却是因为他丢了戒指 他明白这样子是瞒不了多久的 狗圣失去了当时工作时的激情 像行事走肉一样走去工地 在绝望快把他压垮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公友的脚趾上也有一个白色的戒指 难道是他偷的 狗圣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内心的怀疑越来越大 忍不住对着公友冷嘲热讽起来 甚至发出威胁的言论 如果让我抓到偷戒指的小偷 我非把他打死不可 狗圣像就和公友们 在这种紧张的风流中开工了 但是这时候公友发现 他的钱包丢了 这些天赚的工钱都在这里面 狗圣像看到公友 落得了和自己一样的可怜境地 气消了一大半 他试探性的说 我给你现金 把你小生的戒指卖给我吧 公友却表现出思思不舍 但是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 最后他还是卖给了狗圣 狗圣像欣喜的拿回了戒指 却发现这个戒指 比自己那个整整小了一圈 根本就戴不到手指上 自己只是趁不打劫 从公友手里夺走了一个无用的东西 他依然独自探索在地上 那个佩奇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看来真的是丢了 故事再回到佩奇这边 心智虫虫的佩奇 最近每天都来找年鱼美妻聊天 想当狗圣前女友说的话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终佩奇不得找来了院长来寻求建议 院长叹了一口气 打开了胸口的挂坠盒 佩奇看到照片里那个热乎乎的小姑娘 不仅问道 这是你的女儿吗 院长苦涩一笑说 这是我 那个时候的我 有一天独自在玩敲敲板 我一抬头 看到楼顶上出现了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 缓呼了一下 那个小小男孩就坠下了楼 摔在地上 发出了丁闷的响声 我后来告诉大家 是男的父亲把他推下去的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场意外 根本没人相信过 那种被质疑的感觉 唉 事到如今 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所以呀 我给你的建议是 当面去问他 简单 直接 及时 听了院长的话 佩奇开始给自己鼓足准备 当面问狗胜 不巧的是 他们这个时候收到了拆心的通知 找手忙脚乱的去寻找新的房子 一天下班后 佩奇接着他们心仰的小自行车 急急忙忙的去找狗胜 狗胜说他找了一家极其便宜的半地下室 现在正和另外一个女孩子抢房子 让佩奇赶快送丁金过去 佩奇一听着狗胜的指挥 紧张的穿坐在狭窄又曲折的小巷里 然后一个进转弯 佩奇下的心脏就要跳出来了 他拼命的杀入车 前面是一段近乎百阶长的陡峭楼梯 佩奇看到下面的狗胜 生气在大吼 你你的什么路啊 想摔死我吗 而这时狗胜却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 佩奇心底激压的疑虑和恐惧 瞬间像是爆发的红枣 覆盖在了整个星海 夺取了佩奇心中所有的光亮 他不可遏制的出现了一种想法 消失的戒指 虽然出现了前女友 所以到现在 狗胜一定是有楼外遇想设计 杀害自己 弄不可遏的佩奇 提起了他们心样的小单车 狠狠地刷下了楼梯 单车折断了 房子也不找了 佩奇和狗胜分手了 曾经是那么逆逆歪歪的两个人 穿内裤都不分彼此 他们的皮肤都长在了一起 真到分开的时候 他们就像被撕开的面包片一样 散了一地的炸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狗胜还不忘对佩奇说了句 你会后悔的 而佩奇还真的像所有小女生一样 几个星期之后 她真的后悔了 发现的时候 没有狠心丢掉折断的单车 现在佩奇的心情 就和那时候一样 舍不得 最后平静下了的佩奇 抱着她的守护神美奇 约出狗胜见面 两个人无关脱缘地聊了几句后 狗胜郑重地站起了身 她说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有很多想对你说的话 我都记下来了 我念给你听吧 佩奇看着深情的狗胜 慢慢向自己走过来 还为结痂的伤口 刺痛了一下 她低下头不看狗胜 别走了 你就站在那里说吧 狗胜愣了一下 停住了脚步 她吸了一下鼻子 说出了心里话 我曾怀疑过 跟我一起工作的工友 现在回想起来 是我的疑心太过膨胀了 弄丢戒指 完全是我的错 如果你心里 也发生了一样的事 那就让我用一根 大大的针 把它戳破吧 放心 不会痛的 这深情中 猝不及防的一脚油门 把佩奇给逗出了 久违的笑容 她的心似乎轻松了一些 片刻后 佩奇也作文狗胜 你有打过女人吗 狗胜回答说 有 我打过前女友 佩奇听到后 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 说不出话来 风起吹动了她的头发 空气似乎在震动中 发出了龙的响声 佩奇再次看到了那边红海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她的眼神渐渐冰冷 就在这时 旁边的黏玉美琪 高高的从水中跃起 紧接着整个世界 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 天空就在佩奇眼前出现了 狗胜落入深渊 佩奇缓缓的走到东边望下去 深不见底的天空中 根本看不到狗生的身影 电影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整个故事都围绕着 杏仁这个遗体展开 杏仁就像光 温暖着人心 融化人缘之间的隔阂 但是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 总有一些 暗不见光的角落和黑洞 受不伤的人 会深深陷入对人的怀疑中 感受不到杏仁的温暖 而那些天真浪漫 照亮世间的女孩子 却又是最容易被黑暗所害的人 也许就应该像片中所说的那样 保持99%的信任和1%的怀疑 时刻注意着 如果最后真的是一个人渣的话 就直接丢进 链鱼美琪 送给大家的垃圾洞里面吧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是美丽卡丹娘的小小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为你